你知道印度大学生每天吃饭没有餐具只能用手 学校被丛林环绕并且还能经常碰到猴子 他们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 早上七点半熟睡中的马卡巴卡被一阵闹铃吵醒 他今年18岁了 是一名在校大学生 每天早上起床后 他都以最快的速度跑向厕所 这是每个印度人早上的习惯 接着洗个澡换下衣服 就准备出门了 校园里随处可见猴子在攀爬嬉闹 数量也相当多 据统计是大学生的一辈 由于学校面积较大 马卡巴卡买了一辆自行车 上课会方便很多 现在他要前往食堂吃早餐 把钱交给工作人员后 就开始亲自动手做早餐了 他很喜欢吃烤面包 因此大部分时间他的早餐都是烤面包 再煎几个煎蛋 煮三杯咖啡 食堂的杯子很小 所以他通常都会煮三杯 不然不够他喝的 跟别的学校食堂不一样 马卡巴卡学校食堂只会准备食材 食物则需要自己做 目的也是为了培养学生动手能力 吃完早餐后 将餐盘放到回收处 马卡巴卡就骑着他的自行车 准备去教室上课了 学校的课程很多 并且是强制性的 没有去上课的学生无法通过毕业 他的车技很好 放开双手紧靠双脚 依然可以自如地骑自行车 相信很多小伙伴也这样骑过自行车吧 很快他就抵达教学楼了 学校停自行车没有要求 想停哪里就停哪里 对学生而言非常方便 进入教学楼 乘坐电梯到二楼 时间卡得刚刚好 一到教室上课铃声就响了 果然每所大学上课情况都是一样的 教授在台上认真讲课 台下不乏一些不听讲的学生 聊天的聊天 睡觉的睡觉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间就到了12点 上午的课程也结束了 马卡巴卡准备去吃午餐了 但在去吃午餐前 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做 那就是冲饭卡 就是因为饭卡没钱了 他今天吃早餐时才会支付现金 并且在印度 冲饭卡的整个流程十分复杂 学校有个专门充值的地方 饭卡 水卡 电卡 都可以在这里进行充值 到了后首先跟工作人员说明来意 这时他会给你一张表格 按照上面的格式填写内容 填写完内容后 就来到第二位工作人员的岗位 查看一遍你的填写内容 没问题后 他就会签下自己的大名 接着就可以刷卡支付 在支付单上签上名字 再交给工作人员 他贴到表格上后 在表格的最下方两处签上名字 这一环节就花了近五分钟 然后马卡巴卡拿着表格 找到了第三位工作人员 由他确认盖章就大功告成了 整个流程大约要花十分钟左右 结束后就可以拿着饭票去食堂吃饭了 这就是他今天的午餐了 看起来没啥吃的 三个小碗里装的是咖喱 开洞前全部倒在白米饭上 配菜是红薯条和黄瓜片 餐盘的另一个小格里还有几片煎饼 一点肉类食物都没有 印度人还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习俗 那就是吃饭都是用手抓着吃 一般不使用餐具 别看是用手 这里面还有很大讲究的 对印度人而言 右手代表着纯净 左手则代表肮脏 因此他们都习惯用右手示范 那么左撇子在印度就很难生存下去了 像平常接人带物 印度人用的也都是右手 在他们国家 用左右递东西或者握手 是绝对不行的 会被当成一种侮辱 毕竟左手通常是上厕所后 用来清理干净局部卫生的 马卡巴卡的所在的学校 名叫马德拉斯理工学院 由于建立在大约250公顷的林地内 经常会有猴子在校园出没 有些胆大的猴子 甚至会追着学生跑 造成了很多学生的困扰 学校建在林地内 当然也有好处 那就是公园都是纯天然的 偶尔吃完午餐后 马卡巴卡会找个角落休息一下 这里的一些树木长得很粗壮但不高 人们轻松就可以爬上去 而这种树木就是马卡巴卡午睡的床 他休息了一会就离开了 今天下午并没有课 因此他可以四处闲逛一下 或者做一些自己的事情 路过椰子摊时 有点口渴了 于是他买了一个椰子 现在时间还早 也没什么别的活动 他决定前往瑜伽馆练习瑜伽 同时还能消磨一点时间 很快他就抵达瑜伽馆了 可以看到瑜伽馆不只有女学员 还有很多的男学员 这在印度是很常见的事情 毕竟印度是瑜伽的起源地 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不管男女老少都会练习瑜伽 对他们来说 这是一项可以修身养性的运动 转眼间到了晚上八点半 练习完瑜伽的马卡巴卡有点饿了 准备去吃晚餐 他今天想去外面的小吃街吃 于是骑着自行车直奔校外 虽然环境看起来有些破烂 但好在不用自己动手做 因此还是有很多学生关顾的 晚餐他点了一份烤饼加马沙拉 味道还不错 价格也算贵 100卢比一份 吃完晚餐后 他就直接回宿舍 大门需要指纹识别 非本动学生无法进入 还是挺安全的 他的宿舍在二楼 回去准备洗洗就睡了 这就是印度大学生生活中的一天了 感谢观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